Replay 看得多莉莉在目 我們看一下第一場的對決 藍方是閃電狼 紅方是AHQ BAN角上面的話 把西梅爺索本人的匿命給BAN掉了 這裡BAN匿命是蠻有趣的喔 因為其實閃電狼 過去的AHQ在對上閃電狼的時候 選匿命的資助其實並不多 是 因為本身閃電狼 Maple身上扣的這些刺客角色也不少 沒錯 在戲後賽的時候 西梅爺索上了兩場 一場是敲贏 那當時西梅爺索拿了兩場 分別是栗三卓以及傑 在匿命這邊其實還沒有登場 還沒有正式登場的紀錄 不過在閃電狼這邊是在 第一個BAN就先封鎖掉 AHQ回進的則是進爪的一個BAN 這裡AHQ 五路神 夜夜 哇 這夜夜粉怎麼這麼多啊 沒有 這個已經是我看得很習慣的 夜夜粉一直都非常的多 一排耶 不對吧 如果大家一直有在關注著 這個小夜夜的動向的話 其實你看到他以前 我記得沒錯的話 好像是在Corsair海盜船隊 那個時候就累積了大量的粉絲了 所以其實長久以來的話 夜夜都是因為人氣很高的選手 不過BP在閃電狼這邊按得好快喔 是先封鎖掉的 特朗德在BAN雷克薩 其實完完全全是BAN在選手臉上的 沒有錯 哇 那這裡的話 閃電狼應該就是拿奈德利打 這個古拉格斯 這裡閃電狼的首選 要讓Maple拿吸血鬼嗎 佛拉蒂米爾 其實上一場比賽也看到 SWACO的吸血鬼玩得也相當亮眼 我覺得這應該不是說 這隻角色到底有多難玩 而是這角色本身就做壞了 在現在這個版本裡面 買出了這個海克斯的科技腰帶 你會看到這個吸血鬼 一個小袋子上去之後 開始亂吸血亂殺 這個自己的血之潮汐 沒有錯 剛剛那場SWACO 我覺得他的吸血鬼真的是 看到我都快哭了 這樣子居然沒有贏比賽 真的是打得非常的亮 喔 這Mountain的眼神很傻喔 剛剛是緊盯著自己的螢幕 開始幫隊友來選角 目前看到了對方選了一個吸血鬼 之後 ASQ回進的手段 來看看要如何來處理 這裡是自己先行搶下了奈德利 其實我今天有跟Mountain聊一下 他說他有一些很特別的Pick 如果對面Banar jungle的話 我可以拿出來使用 我有跟這個選手們稍微聊了一下 其實在現在的這個Meta裡面 國外也常常 應該說其他賽事也常常看到 像人馬打野 歐拉夫這樣的英雄 其實都可以拿出來使用 我覺得是都可以拿出來使用 那人馬為什麼會回來的原因 是因為鬼步的改動 再搭配Money會有三項這樣的 幾個出裝套路 其實對於HQ來說的話 這種出法也是可以考量看看的喔 對那這裡的話感覺還是 球穩的話 先是放了一個卡瑪跟古拉格斯 兩個萬搭的角色 這算萬搭喔 這HQ的下路 如果讓Albis拿到了卡瑪的話 其實前面也有看到 只要讓Albis拿到一隻打線強的英雄 基本上這條線是穩的 搭配小安現在的狀態 也回穩的情況下面 這條下路雙的線非常非常好看 喔這邊閃電狼應該是C好的 他們這裡的話 應該是有預料到 可以拿到奈德利 我們都知道奈德利 打古拉格斯這個Match Up的話 算是蠻好打的 農的也會贏 然後在Gang的上面也比較強一點 一次強兩個 現在這個版本比較強勢的AP英雄 其實硬要講的話 斯溫我會把它歸類在偏坦的定位 就是他是開了這個群牙聲音的烏鴉 然後變成了這個烏鴉形態之後 開始往前硬壓拉出坦克線 這個配陣算是蠻有趣的喔 但是 我在想這個Match Up的時候 那時候就想說可能是 閃電狼這邊扣一隻冰鳥 然後HQ中路可能是想要拿斯溫 但是他們不太敢拿 因為對面有冰鳥 可是這裡的話 看起來閃電狼就說 我知道你西門也不會玩冰鳥 那我就拿這個 我知道你沒有Counter的角色 我把它拿一拿 不過閃電狼最後是放棄掉了 這個斯溫的選擇 然後點了一個帥哥伊澤瑞爾 這是萬年NL的招牌英雄 等於是這條線的話 NL還要拿伊澤瑞爾來做對抗 不過以HQ的角度來說的話 拿到卡瑪這個強勢輔助英雄 再配一個強勢的AD 不管是凱特琳也好 或者是像艾希這種打線牆的英雄 也都可以 對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咪咪蛋的神情 其實是非常緊張的 跟卡瑪斯完全不一樣 卡瑪斯這邊有說有笑的 這樣子感覺是 很享受這個比賽 我是覺得閃電狼 其實在例行賽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選角 其實有點過度類似 是 像是去年的話 選了12場這個伊澤瑞爾 那這邊過來又是繼續去選伊澤 弗莉貝爾 喔 要鎖下去了嗎 喔 鎖下去了 弗莉貝爾在LMS 好久沒有出場了 對 那這隻角色 其實在當前白晶版 白晶椅上的話 勝率其實非常非常的高 熊怪 不是 他是熊怪沒錯 他兩隻腳走路的 對啊 一般的熊都是四隻腳 四隻腳走路的 不是 這隻角色 其實像卡瑪們講的 如果大家有看OPGG的話 這隻角色勝率其實相當不錯 而且本身在前期的 Gank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強 一個翻桌 把英雄先翻回來之後 搭配了強勢的單點控制 其實打出的效果非常的好 這隻角色之前 整個起來的話 就是他那個W的改動 現在你如果是咬野怪的話 CD可以直接減半 是 但是他的被動 我不知道這個如果出發的話 我該不該念出來 以現在閃電狼的 最後兩個Pick 伊爾利亞點下去 再搭配一個波拉姆的輔助 這裡有去囉 這裡是咪咪彈要來砍樹 對 看起來是要上路的 伊爾利亞讓咪咪彈做使用 那就是 真的是伊爾利亞來砍樹 對 這邊的話看起來 HQ是拿了一個團戰比較強勢的陣容 那閃電狼這裡的話 則是拿出了一個 上下路都有機會打出破口的陣容來 但是閃電狼這一場比賽 選的角色極具進攻性 從 不是 我有看錯嗎 我們先不要講右邊那邊好了 那個角色讓我驚呆了 但是從咪咪彈選擇的 機攻性極強的伊爾利亞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因為咪咪彈是放棄了坦型的角色 拿了一個攻擊性非常高的英雄 而HQ這裡選擇在中路放上的蛇女 哇 這個陣容其實對小安而言 算是一個非常輕鬆的陣容 我看不出來有任何人摸得到她 而且這個 現在的這個蛇女的話 她其實 W 有一個特殊的效果 英文叫Grounded 就是你站在上面的話 你沒有辦法在無盡技能 所以如果這個打到伊瑞身上的話 伊瑞是沒有辦法去切後排的 是 蛇女這個Pick 放在CMASO身上 我暫時無法聯想起來 對 這個蛇女的話 可能要去問一下我們LM的這個蛇王 這個不是基隆那個 我說Apex 這個 去問一下Apex她怎麼看 對 因為以Apex的角度來說 我有稍微跟她討論過這隻角色 那她就認為說蛇女其實是 打線上面很強 但是中間其實在第一件 就水滴疊滿之前 會有一個比較疲弱的時期 進入了大後期的團戰的時候 一個石化凝視 可以做一個範圍的群控 僅此之外 其實蛇女最弱的就只有那個中期 但其實以A2這個陣型來說的話 你是怎麼樣看待蛇女 在這個陣型裡面的定位 這裡的話我覺得就是 打一個團戰非常的有力 你看到他們前排的話 是有這個冒凱 這個素人 然後你要怎麼去抓凱特琳 我覺得凱特琳這場是 整場開心的輸出 完全沒有人攔得住她 對 而且以西門夜說 本身這個控角色的習性來說的話 我覺得她應該會很忙 因為蛇女這個雙生毒牙的速度 要施放得非常的快 這個臉應該是擠得 就迷迷冒冒的 懂 要控這個雙生毒牙很難 但是另外一邊的話 拿到的強勢英雄 算是現在這個meta 裡面最OP的弗拉迪米爾 再搭配著咪咪彈這個 我們算從未見過的上路 有意外利亞 你怎麼樣看待這兩條線路 其實我自己覺得的話 角色本身的特性 如果不考慮Jungle而言的話 那應該是說 閃電掌上路優 然後AHQ中路優一點 因為畢竟的話 我是覺得蛇女的手長 還是要比吸血鬼來的長一點 而且她這邊又是帶點燃 打線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有一些優勢在的 沒錯 但Mountain是 我記得沒錯 Mountain是第一場 拿出弗拉迪米爾 不是弗拉迪米爾 這個弗拉迪米爾 可能是職業場 這一季我是沒有看過啦 很久以前有閃線翻炮車 這是很久很久遠古時期的事情 我記得那個時候的聯賽叫做 LNL 那個時候的職業聯賽叫LNL 那個時期已經非常久遠了 但Mountain這一邊是放棄了閃翻 帶的是鬼步 所以其實這個閃翻炮車的 發生的情況是壓到最低的 沒有錯 這裡看一下這個 這個熊熊打野會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 弗利貝爾他其實 第一趟的話 還有點抖 他第一趟通常會把自己的被動 給激發出來 那如果閃電狼 知道這一點的話 會不會去嘗試做一點進攻 這樣子是可以期待的 對 而且蛇女我記得沒錯的話 現在也是不能買鞋子的 對 就不能穿鞋 所以其實對於吸血鬼來說的話 Mayby會在前面 比較早期的時候 利用跑速 他可以買鞋子 在一個跑速上面的一個 比較前期的小優勢 去躲過蛇女的一些 指向性的技能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閃亮 是決心要來亂這一隻熊 直接要入野 不過以Mountain的角度來看的話 他是先開了雙十 蛇神也有PIN出來 眼睛已經偵測對方開局的動向了 這個舉動我覺得很聰明 因為Forty Bear的話 他血線被壓低 他是沒有辦法自行吃完一輪的 所以他們這裡就算沒有搶到野怪 把血線整個打低 Mountain也會非常的難受 沒錯一個重擊下下去 先把大象偷走 而在先拿到手之後 NLCD跟秘書射擊 把小隻的給偷走 這開局對Mountain來說 其實並不是太舒服的事情 這邊現在換線的話 通常開弱邊的壓力非常的大 就是我們看到很多隊伍 會選擇一等就強行的來入侵 沒錯 在蛇蛇又一次進入對方野虛的同時 Ziv跟Mountain繞了一大圈 來到四鳥區 Ziv把四層的震盪冰封給打了出來 月利亞也過來 利用一個獵人衝擊 把Mountain爆血的祝福 這個被動給打出來了 現在Mountain的吃冰數 應該是只有2而已 我這一趟吃的真的是有夠感口 而且中路Maple也在單線上面 先取得了血量上面的優勢 其實並不太能說是 什麼打線上面就輸 而是在換線上面的話 看起來Maple給的壓力是大了一點 對 而且這裡的話閃亮不只是 拖延到了Mountain打野的進度 而且他們上線的這個時間 也來得快許多 所以這樣子推塔 應該也有一個節奏上面的優勢 Ziv是玩了一步 跟Albis以及小安來會合 那這個已經是好久不見的 兩邊各換一塔的開局囉 Karsha進入了上半部的紅區 先把這個BUFF拿到手 現在換一塔 其實有很多像紅邊的隊伍的話 就像現在HQ的位置 他吃完這個塔 有可能是直接回到下路線 不過我們目前看到這次是土龍 土龍基本上算是比較不重要的龍 比較不重要 對對對 所以感覺上的話 應該是直接兩隊會繼續換到 換到四座塔倒下來 是就等於是上面兩座加下面兩座 NL是用肉身扛塔開始喝水 但小兵的傷害量有點高 NL會不會倒下呢 應該是不會啦 這個扛塔的動作其實算是 我覺得LMS的隊伍可以多學習一點 因為我們看到LCS的隊伍 其實很多會選擇扛打 那你扛打的話可以保證自己的小兵 不會被對面的小兵打 你這樣子推塔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是扛兵是不是 對是扛對面的兵 讓保住自己兵的血量 那這樣子的話通常我們如果看LCS 像他們推塔的時間的話 平均上來講推掉一塔的時間 是要比LMS再快一點點的 就是保持他們自己這個小兵兵線的攻擊力 其實我覺得如果像提到這一點的話 MSI其實就有很明顯的一個數據上面的差別 這COG的 因為NA來自NA的COG 其實在推塔的效率上面總是高了那麼一些 但是這個當然有一個比較冒險 就是你如果AT有時候點太開心的話 就要交治癒啊 幹嘛的 好 那中路的兌線情況的話 WESTOR目前的這個兌線看起來是扛住了 雖然說以現在的MAPLE來說的話 感覺不到任何的壓力 買出了多蘭頓幫助他的這個續航力 以COSA的角度的話 反而是剛剛在上半步的進野 那Mountain看起來 這個前期的劣勢並不足以 並不足以拖緩他打野的進度 跟COSA來說的話其實進度算還OK的 就差不多 那這裡跟我們預測的一樣 兩邊是選擇把線路再繼續做調換 然後繼續來強行的壓塔 我兩邊又把線路給換回來 就像看他們老師剛剛所說的 繼續把對方的防禦塔給壓掉 那前期的話兩邊互換了 我這樣進錢算下來的話 應該是差不多兩千 兩邊各拿一千多兩千這樣子左右的金錢量 差不多 那就看一下拿到這些金錢之後 可以幫助隊伍達到多少的優勢 現在兩邊的換線 兵線已經推到防禦塔之下了 我們可以看到閃電腦在這個節奏上面 確實是有些微的一些領先 他們目前已經贏了大概四百多塊錢 主要就是跟這個上塔 換塔的這個速度其實有點關係 你早一點換完你的Jungle可以多吃一個CAM 你的上路也可以多去摸一點兵 因為其實防禦塔陷落跟視野的控制稍微有 應該說視野的控制是比較緊密的連結 所以其實你半邊的防禦塔掉了 這個外塔一掉之後你的下半部野區 或者是上半部野區就會先失去一邊的控制權 那代表的是像剛剛講 這個幫助打野的這個打野進度來說的話 其實防禦塔陷落也相當重要 上路的AHQ把兵線給帶了進來 在側邊放了三個夾子 夾帶著Zift到來一起把防禦塔藥給拿掉 這裡閃電腦的節奏快到 甚至可以考慮來吃這條龍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的 對 這邊是找了好幾秒 這裡是先把防禦塔給拿到之後 一月利亞要跟隊友協同 一起來吃這一條獵力飛龍 現在有CASA在扛 這邊是跟SWAT兩個人在分扛 但AHQ是四個人在上路露臉了 看起來要直接推這個二塔 把兵線繼續往前帶 這個開局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閃電腦確實是贏不少 所以在上一期我們也講過嘛 如果你是第一個拿塔的話 你勝率有幾乎來到七層 就算是打換線的時候 所以剛開始的這個節奏領先算是蠻重要的 這次我覺得就是國際賽 現在大家很看重的原因 大家都想要看別的區 怎麼樣來打這個換線 哇 那這裡AHQ的話 是知道了對方來吃這條龍 所以是選擇直接來應推二 但這個塔的血量損消 看起來是比較慢一些的 並不像第一座防禦塔 來得這麼快速的陷落 所以AHQ的隊員大概摸了半條之後 就回到了對方的應該說上半部的野區 裡面把對方的大星野怪給偷走 留了兩隻小隻的給對方 但現在閃電狼是把雙線調回了地圖的上半部 這波看起來的話絕對是 閃電狼這邊稍微賺一點啦 因為剛剛AHQ這個call應該算是比較慢的 他們剛開始是直接越到塔後面 先把對面的兵線給清掉 再回頭清這個塔 如果他真的是要急推二塔的話 應該是選擇直接把這個塔摸掉 然後再上來把對面這個兵線給打掉 所以看得出來他們這個AHQ這邊打的這個play 算是一個零技 零技應變的 零技應變 對對對 中文不好 好險有你在 人家隨機應變啦 但是零技應變也還行 但是我同意你講的是 當下的判斷非常的重要 因為其實可以牽托到大概前15分鐘的一個整體風向 但是現在是把讓小安買出的攻速鞋 這麼早把二速鞋先買出來 應該是要為了趕快上線 過去我們看到凱特琳啊 或者是一些需要吃兵的角色在前期會先買出的清零之靴 就是三速鞋這個道具 但是現在看起來凱特琳是先買了二速鞋 跑出差那麼一點點 但是其實功效 他在這個時間點的功用是差不多的 對 我是覺得這個鞋子我們現在越來越常見到 從戰士護徑 對 因為這個戰士護徑的話 他在這個版本裡面 攻速是直接加5 價錢沒有改 那這樣的話就等於在你口中 呃 不是在口中 口袋中 多放了150塊 對 你最近都在玩什麼奇怪的東西是不是 呃 呃 玩一些不能說的遊戲 然後繼續看這個 但是兩邊的這個野怪的掌握時間算還不錯 Kotta掌握到了第二隻紅BUFF的時間蛋 A2 轉頭喔 跟著Mountain一起從野區裡面走了出來之後 小兵也趕過來 三個人再次的對對方的下路 二塔做施壓 神亮也一樣喔 是往對方的上路邁進 Kotta滑不出來 Ziv來到線上 等級只有三等 Irredia是四級 往下刷了一個精準彈幕 應該是要把小兵的數量給消耗一些 這裡要直接換高地了 這裡看起來的話是有一個Torrush的機會 AHQ是拼了一下對方的高地 但上路的二塔已經是由閃亮先行拿下 AHQ隨後跟上 兩邊又是一個二塔的交換 但此時AHQ已經是把人給叫了recall 看起來上路這一波閃亮也是要撤退了 對 我覺得AHQ這一波的話是不能再繼續堵下去 剛剛我們已經看到一者已經刷大過來 而且他們這波如果四人強堆 Irredia這裡把兵線接收到 然後守住的話 我覺得冒凱這場已經差不多要爆炸了 沒錯 所以這個真的太冒險了 他們這裡有判斷我覺得是正確的 而且以Irredia的角度來說的話 他需要的是吃兵術 就是他需要把三上之力先掏到手 現在是買了一個刺針劍 小木槌進食之槌還沒有拿到 所以其實現在對咪咪蛋來說的話 CS會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但現在咪咪蛋在地圖上面游走 已經被對方的眼睛給看到 一樣是把M1掉回地圖的下半部 Ziv把兵線先給拉住 對 那這裡的話前期都完全沒有任何碰撞的話 我覺得整體遊戲而言 拖到後期可能是對AHQ還是比較有利的一個選擇 Mountain被抓到了一個平衡打擊 收到盾了上來 但Mountain反身看了一個大絕後方 有AHQ兩名成員一起趕到收到的 絕對窮心中盾 但神盾局局長的坦度非常的高 後方借軌翻了一個大絕 Mountain又抱血的祝福 把血量給回復起來 這一波有沒有煩大的機會 沒有 這裡神力量是call了這麼多的人 交了這麼多的招式 但AHQ的支援也非常的快速 哇 這個Mountain太會坦了吧 這個平常在PTT有練過 這一點小傷害對二人也不算什麼這樣 我遇過一個更坦的 但這場比賽他沒有出現 這個我就不太好說 但我覺得這個熊在前期 這個暴血祝福也就是在被動的回血量上面 真的很誇張 你可以看到剛剛Mountain承受對方 沉盾的傷害 但最後還是平安的走掉 剛剛比較有趣的是 這邊瑟瑟的點燃其實沒有放下去 因為Mountain的這個被動的話 他是回復血量 所以還是會受到這個點燃的影響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他被動是回30%暴風的祝福 其實如果以這個效果來說的話 他就是代表著血量越多 那我就可以回的越多 所以他現在已經是先買出這個八米灰燼 這個可以提供他前期打野的速度 或者是說血量的提升 其實對於這個魚鏡附魔的改動 對於Mountain的這種坦氣打野 或者像佛利貝爾這隻英雄來說的話 這個回血量是很有幫助的 沒有錯 那這裡的話我記得佛利貝爾通常 比較喜歡出的第二件裝飾 這個死者肩甲 再加一下自己的跑速 比較容易犯得到人 現在的咪咪彈眼中完全只有小兵 這個我們在開賽前錄的這個訪談影片 有提到說只要打線上面不要輸太多 應該就可以扛住Ziv 但咪咪彈這場是根本沒有跟Ziv對到線 根本沒有對到線 這只有在單線吃兵而已 這裡的話我是覺得 我有稍微問過Ziv一下 他覺得這個版本其實上路 能壓對方的線數 能壓的不太多 有點難度 對對對 就是你很難把對方直接打爛 這樣子 除非你真的伊瑞莉亞滾太肥 要不然你如果這個 什麼特朗德啊 細血鬼啊 納爾啊 然後斯溫這種角色 基本上是很難把對方殺爛 但是Karsa反身搭隊的SWAT 想來一起收WESTOR WESTOR反身一個SWAT凝視 但是並沒有造成多好的效果 後方WESTOR已經倒下 恩惡眼睛 一過來 MAPLE閃爆自己的顯示潮汐 讓閃電王的葛雷夫拿到了雙殺 明明他也是閃現過牆 再加上一個追擊的平衡打擊 力熱衝擊三個衝排技能 加上伊瑞莉亞的傷害爆發 把LBC也給收下來 閃電王這個蹲點打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這正是他們需要的 他們這個陣型 如果打到後期的話 我覺得打團戰太難贏了 所以前期 就一定要積極地尋找這個碰撞的機會 其實這個夾殺是 閃電王的視野完全可以偵測到的 WESTOR這邊繞過來的 舉動已經被粉眼給看到了 這裡 我是覺得他經過粉眼的時候 就應該要有一點察覺說 這個舉動蠻危險的 是 Maple這個閃爆是補足了傷害 葛雷夫的大傑也 這個補傷害補得很好 喔 閃現過牆 一個力熱衝擊 再加平衡打擊 把OBS給斬下來 哇 這三顆頭的領先 對於閃電王而言的話 現在是 優勢非常大 打這個龍戰應該也是沒什麼問題 沒錯 而且兩個人都掉到葛雷夫身上 伊瑞莉亞還從中撈到一格 所以其實對伊瑞莉亞是一個 十足十的寶 這個算是補充 這裡要全部人來中了 不過下路是靠那個群盾 Maple跑速好快 下了人類的重擊 想往回一番 後方TP也亮了起來 看起來是要放棄咪咪蛋的 但後方2號跟葛雷夫也已經感到 咪咪蛋已經倒下的情況 NQ是劍好就收 收到了伊瑞莉亞的人頭 就回去整理兵線 哇 Maple這個也是來勢兇兇啊 直接開始Q鬼步 就上來翻人 你有看到這個熊怪嗎 他是套著卡瑪的加速 往前硬衝欸 對 我覺得這個翻桌熊 他在職業場上比較少見 就是因為他的這個 進場太明顯了 太直接了 就雖然他剛剛開了那麼多加速 但是你大概也是看他跑了3秒才被翻到 沒錯沒錯 而且遇到熊的時候 裝死也沒有用 因為他會把你翻過來 真的是把你打到死才回家 真的真的 其實遇到熊要怎麼逃 真的是個很困難的事情 就是熊其實會爬速 所以爬速沒有用 然後裝死也沒有用 我們現在是什麼生態節目嗎 還是什麼 其實你知道遇到熊要怎麼辦嗎 遇到熊的時候要怎麼 要膨脹 不是膨脹 你要往下坡跑 所以其實剛剛 伊瑞莉亞的處理是非常好 他往下半步跑嘛 因為熊的前腳比後腳短 所以他會跌倒 但是剛剛的熊是有套卡瑪的加速的 所以他其實跑得很快 還來不及跌倒 他就先抓到人了 難怪我看那個功夫熊貓 他們在下坡的時候都是用滾的 是不是 對對對 這個迪士尼其實有做很多科學研究 沒錯 那現在下路的小安 依然是站在線上 Mountain剛剛一波GANK的得手 幫助自己添入了一個助攻 一個隔牆的輪迴怒火 現在SWART在河道處排出視野 下一條龍的屬性是水龍 那水龍的話 勢必是兵家要爭奪的龍 這裡這個位置很尷尬 滑不出來 有點危險開啟的大絕減傷 再閃現過牆 往回一個奧數衝擊 調整一下對方 有可能追到自己的位置 後方的熊怪也趕了過來 Mountain這一波對上路的支援 再加上強勢進野 但後方的Maple 有可能從側切來 把Mountain給包圍住 這裡的話會打出一波3打2 所以Mountain這個位置其實非常尷尬 順路先吸了一口和洩 先把自己的Q鍵的鮮血轉換的充能給衝起來 Mountain是徒步離開了對方的藍區 這一波葛雷夫我覺得 這個上來game的舉動其實非常關鍵 然後最重要是不要讓這個兵線進到二塔 讓伊瑞莉亞可以持續來這邊收兵 而且線其實是拉在伊瑞莉亞的塔前面 對 這裡對Ziv來講非常的不舒服 這一場讓我有一種即時感是很像是M17 有一場他們先行換線 然後沒有把線控好之後 上路的茂凱就爆了 但現在的茂凱的CS其實是有所提升 但整條上路的兵線其實拉得非常非常的長 這裡就要看Ziv要來哪裡持兵 這邊的話Ziv就說 好啦好啦上路兵線我這個控不住了 那我就先過來 你這邊的話其實傳送還沒有好 所以我如果先來卡這個點位的話 即時把這個龍吃掉 我覺得閃亮其實蠻難防的 對 現在這條是水龍的屬性 WESTOR在河道處的遊走已經是被兩根眼睛給看到了 Ziv不在這裡刷到四個人嗎 一個基督蘭幕從遠程刷了過來 想要嘗試偷藍 但這個藍BUFF被WESTOR雙身毒牙入手 HQ已經佔據了多人的人數優勢 伊瑞莉亞還在地圖的上漫步 TP還沒有轉好 應該是要先行開啟小龍 這邊是由Ziv來扛 Mountain隨後跟上 現在小艾買出瑞蘭巨風劍還有十字鎬 傷害量還算是一般般 但這個赤龍的速度還不錯 已經是讓HQ拿到了這條浴水飛龍 那這裡的話閃電彰做出一個蠻有趣的抉擇 是選擇把經濟全部灌在咪咪蛋身上 他用龍去換咪咪蛋到時候單線Carry的一個能力 這個對閃電彰的人感覺好像是一個風格上不太一樣的選擇 過去的話如果像是Rings拿了飛歐拉 這樣的打法的話會把經濟灌在Rings身上 但灌在咪咪蛋身上的話其實比較少見 所以搞不好前幾周他都在裝 他說我只會冒凱啦我只會艾克啦 這兩隻角色這幾個版本都被砍得亂七八糟 但我只會玩這兩隻啦 我有稍微去看了一下 就是現在的這個使用角色的一些出場數啊或勝率 感覺上越來越回到S2的那種感覺喔 像死哥啊賈克斯啊這些角色都越來越多人在玩喔 現在Casa在河到處把河蟹先給拿到 目前對Casa來說的這個整體裝備的領先還算OK喔 這殘暴之地也到了 戰神附魔也合上去了 再丟一個煙霧彈但Casa的位置已經被看到了喔 也被H格也Pink了出來 Casa的可雷夫我覺得玩起來算是我們 聯賽裡面看過大概最好的 就非常的有感 打人痛 而且我很多時候就是看那個韓服高端精拳 都會看到Casa 他對可雷夫大概之前大概連贏了十幾場 我覺得應該跟雷神綠令也有關係 所以就是因為插這個雷神綠令 所以就是傷害面上會有部分的提升 我覺得Casa對可雷夫這隻角色的理解是很夠的 他知道怎麼用這隻角色去製造壓力 他都是會叫他線上打秀 然後他進來就靠他最後一點傷害把這個頭給收掉 很多時候葛雷夫這隻角色大家會覺得難玩 是因為他Gang沒有CC 所以你要直接拿到人頭其實是有點困難度的 誒誒誒誒 經驗老道的Ziv竟然是沒有進去看一下 還是說他有進去只是沒有造出來 看起來是沒有進去的 但這根眼睛已經是看到Ziv來到地圖上半了 中路HQ的三人集結 Maple在中路 好那繼續把兵線給往外洗 目前的Casa也是趕過來支援 哇這個毒暴擊傷害好高 再加個王牌射手 Maple想幫擋 但Casa是用肉身擋下了這一波王牌射手的傷害 HQ這波打得很漂亮 因為他們知道遠程清拼 其實只有伊澤瑞爾是一點點而已 有一點點危險喔 如果這邊撤退的話是一個百里長針 後方還有TP點位 HQ是已經拼出來了 就看一下這個TP有沒有要做施放 目前的奧數越前已經繳出去Ziv從TP後方到來 來看一下這波的夾殺 蛇蛇有沒有辦法保護自己的AD Carry 後方的熊怪也趕了過來 先另一個零動衝擊 先把Ziv給緩住 但這個奧數越前的CD有沒有好 下強能不能活下來想要Record 但是Albis隔牆嚇了一個眼睛 沒有命之後2L被趕陽式的 趕在這個小龍洞裡面 遭到兩個坦克給夾殺掉 這個競技場也是蠻好玩的 就是一群人圍在這個圈圈裡面 然後就在斗裡面這樣 撒魚飼料嘛 對 剛剛對NL來說這個局也太絕望了 一直認為是奧數越前下強 殘血原本想Record 結果Albis完全不給活路 而且我覺得閃電 這邊AHQ其實很敢投資員 來做這種單點的擊殺 是 因為他是動用了全隊 五個人都來包NL 那這個時候其實 我覺得閃亮比較少會做這種舉動 他們會覺得說 喔你五個人不農兵 然後來抓是NL 好啊那我NL就給你抓 其實叉燒有時候他的想法 會是比較靠近這樣 是 因為下路這一波雖然說是被擊殺 但AHQ並沒有因此 精心沒有拉 對 拿到更多的東西喔 Mountain在吃四鳥的同時 又把這根粉炎給排掉 但Ziv上路的 這一根AHQ 靠近AHQ這邊的小草叢裡面的眼睛 並沒有被AHQ的Ziv給察覺到 以Kaza的角度來看的話 現在裝備看起來 看似是要出鬼刀吧 對應該是鬼刀 其實講到鬼刀這個道具的話 我記得我昨天好像也有提到 是在GIN的這個點位上面喔 我有跟小安大概聊了一下 現在AD Carry的一些儲裝 像MF啊 GIN啊這些角色 其實在可能是鬼刀 黑切 木色黑刃 這三個道具都可以從中做兩個的選擇喔 沒有錯喔 因為這個平霧穿其實這個屬性非常的好 而且又是加純攻擊力 他們比較不吃暴擊的這些角色 沒錯喔 其實低劍裝鬼刀是可以考慮 對而且這兩隻角色其實都是偏技能型的 就是在GIN跟MF身上 所以其實這兩個技能型的角色 以這樣的裝備Build來說 性質是很像的 就是一套傷害灌下去 然後把你壓殘 或者是直接做擊殺喔 對 GIN這隻角色我覺得最近也是 頭抬得蠻高的 包括LCK、LP喔 還有剛剛我們看過的D 沒錯 都是這個GIN的愛用角色 剛剛D的那個GIN也是一槍一個喔 就是直接把對方一隻一隻給射了下來 對 浴室者已經回到了虛空當中 ZEV從上路的草叢裡面繞了過來 看起來是要把這條線路的兵線給拿到 對於月利亞來說的話 現在應該是一個不錯的強勢棋 三項自己拿到手 而且Ionia之間也已經到了 這裡他們其實非常瞭解 咪咪彈的這個習性喔 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咪咪彈其實很龜的 他這邊是已經有一點到河道內側 咪咪彈要小心喔 因為側邊的熊怪已經趕得過來 這邊是ZEV的一個飛越盾影 咪咪彈交了閃線 再往回一動左右巨箭 好快好快 咪咪彈這個身性溫和很龜的 然後馬上就走出去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這個當時 我記得沒錯也是AHU打閃電狼 咪咪彈的好像是鹿鹿吧 也是推線推得太深 就被對方給抓到了 對對對 這裡的話就是咪咪彈打ZEV 在我們的歷史紀錄上 如果紀錄賽不算的話 算是我們OMS裡面兩個選手對上的話 最慘的一個紀錄之一這樣 平均每場大概十分鐘前 就會輸到十幾十兵 哇這個很多喔 蠻多的 那這裡的話看起來我覺得 老三這個Gang真的很給力喔 就是他現在鬼步的CD時間只剩三分鐘 所以他三分鐘一好 他就知道他一定可以來殺一個人 感覺上是AHU已經抓到了咪咪彈的打線的習慣 對 而且Mountain之比他抓自己角色屬性的這個節奏 抓得非常好 我有紅BUFF 我有鬼步 有鬼步 一定死一個 SWART現在擔任一個人體踩補屬器的一個 這個算是人體實驗 就一個一個夾子把它給踩掉 這個烈焰飛龍已經是重生的情況 哇 就看一下兩隊要如何來爭取這個火龍 8%的雙攻加成 看起來兩隊都不想放過 哇 這一次的龍 大家也都太想要了吧 剛好三隻最熱門的龍喔 沒錯 水龍 地龍跟火龍 連貫的出場 今天的邊緣龍風龍是沒有登場的這個可能性的 喔 一個實化凝視是把蛇神給實化起來 不過蛇神是反身利用自己的 避免守護再加雄心中盾 有躲過這一波擊殺的可能 上路易月利亞把線推得非常的深 但HU此時轉頭想要來做小龍 但Ziv已經是離開了 但明明但目前的TP有轉好 所以其實帶身線也算是OK的決定 但HU是反身吃了核蟹的加速 在小龍池前面跟對方跳恰恰 閃電洋洋虎來進行進攻或防守 這裡的話是不是要等蛇神回來才有辦法清這裡的眼位喔 放了一個夾子陣 這個窄口已經是被掌握住了 後方是套了一個卡瑪的群盾 NL6奧斯越線躲過了這個蛇女的毒物 哇這個combo其實非常的可怕 剛剛如果這個西門的這個W有打到NL的話 NL應該會被翻回來 沒錯 現在的河道處的視野其實HU做的算是相當完全的喔 Nipple是吸了一口小龍把自己的鮮血轉換的充能給衝起來 再加鮮血潮汐開始是這條小龍 KASA從岸上滑了下來 這條小龍剩下兩千點血量 看起來閃電洋是要得手了 這條小龍是由閃電洋拿到 目前是第二條小龍的進帳 這邊閃電洋掌握到的是土龍跟火龍 這邊的話咪咪蛋這一波玩得非常的漂亮 他是用他自己分推的壓力逼著這個ZIM回去上路守 這推完上路之後換來了下路的分推喔 這目前的吸血鬼已經來到地圖的下班 而且以現在的MAPLE裝備來說 海克斯科技腰帶到手 NHQ已經在拼巴龍了 這麼早 當然以下來吃巴龍的情況 小安應該會站在岸上有幫著硬扛 開始吃這條巴龍 喔沒有小安是從九一四八往下一跳 這邊是沒有閃電洋的視野 閃電洋知道這件事情 來看一下巴龍的血量剩下多少 看起來是要地獄一半了 目前血量還有五千點左右 閃電洋此時才要趕過來 看起來是有一點點慢的 HQ的巴龍要到手 咪咪咪蛋開啟了左右拒絕之後 這個窄口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地方 一個精準彈幕是沒有拿到這條 巴龍的卡巴已經倒下了 摁耳要穿這個池子裡面 閃電洋想要應收凱特琳 凱特琳要倒了 放了一個夾子凱特琳想要來煩打 但是被NL那個秘書設計給射死 閃電洋雖然說損失量的卡塔以及秘密彈 但是上方自己的AD carry已經倒下了 我上次在操作那邊叫那個RECALL 手上想要趕過來留人 後方Maple也是暴擊的一個血球過來 ZIV也在原地叫那個RECALL 被靈洋特琳給中斷了 而且這個環數都打出來 NL高出一些過牆 四層的被動要被打出來的ZIV 另外一個飛躍隊已經躲過這個暈眩的時機 但此時ZIV已經是把四層的被動 給扛在身上之後 想用煩打但不發出一段效果 應該是扛不住對方成亮的傷害 Maple有個鞋子衝擊 爆開ZIV命上滑拳 這顆樹倒下 這裡的話AHQ真的非常的賺 把2000塊的經濟劣勢完全一舉反回來了 剛剛閃電洋應該是想說 你的凱特琳中期的話 應該是處於一個非常疲弱的狀態 怎麼可能會想要去吃這個巴龍 那我們看這邊吃巴龍的速度其實是相當的慢 而且差一點被打到擊傷 卡薩的傷害好高喔 太痛了 而且NL這個判斷其實還算蠻好的喔 對 這裡的話我是覺得 小安其實活的蠻久的 如果NL在的話這邊的人其實會被收到 畫面一轉回來 就看到Maple一個人在吸兩個 雖然說這個並沒有打出任何的擊殺 不過已經是把對方的位子 給壓到對方的外塔之下 那這一波的話 目前巴龍Buff應該是在AHQ身上 還有三個人有喔 在包括小葉西門跟Mountain這三個點位 這場比賽感覺上 閃電狼對於視野的掌握是別的 對出來的好那麼一些喔 從小地圖可以看到的是 閃電狼掌握整個下半部 河道區 以及對方野區的一些視野 從粉眼亮就可以看得出來 對 這裡的話應該是比較 早回到地圖這個原因喔 剛把他們殺了一輪 然後再回來布視野 但現在的 蛇女來說的話發育相當不錯喔 雖然說CS並沒有領先 但是以冰葬 黑魔禁書 而且下一把是大天使 其實以蛇女現在的一個build來說的話 她的傷害量是非常可觀 就看一下如何進行防守 丟了一個毒物 閃電狼的人員 踩到這個毒物上面的話 這壓力還是很大的喔 這看起來 這首塔蛇女是挺型的啊 沒有錯喔 因為她這個只要噴下去 你基本上沒有人敢上來填這一座塔 而且W的距離其實相當的遠 而且Ziv是放棄掉了 可能現在有一些solo queue裡面會看到 冒凱出死光之障這樣的一個出法 她出的是冰心 然後那些火抖完間冰心 然後接下來是一個水星鞋 以現在來說的話 下路冰線是推了進來 Maple在單線上面準備要露臉來收冰線 不過差是差在 因為她帶的第二個召喚師技能是鬼步喔 她並沒有像傳送這樣可以 即時支援隊伍的一個 召喚師技能的情況下面 要稍微注意一下 隊友是否會被開喔 這裡我覺得 閃電狼必須要在下一條龍出來之前 打出一點東西喔 可能在藍邊抓一個擊殺 這樣子她對她打小龍的團戰會比較好一點 要不然這個時間點其實我們看到 這裡凱德琳已經兩件裝了 然後包括西門的成長其實也非常的好 那打這個龍戰 我覺得對外面也非常冒險 哇這Mountain根本就是玩命熊怪喔 跑得非常非常的快 中路此時帶著巴龍Buff的小兵 所有閃電量成員都踩在這個毒物上面 看起來NL是扛不太住這個毒物的傷害啊 而且在五個加速 我知道A2這一波叫這個戰術叫什麼 叫做一排流 它會噴一排的毒物 然後再放什麼 再放一排的夾子 對這裡的話 其實你很難把他的人員給逼走 我們看到小漢大概就是站在他 這排夾子後面 不斷地把你的兵線給清進來 當你覺得人員已經被碰到有點受不了的時候 可能就大局 卡馬上那個群盾 A2的雙坦 雙塔 往前硬壓了嗎 Maple在側邊 站場被切割的開來 Maple是無法跟閃電量的四個人 一起來做進攻或反打喔 對這裡的話其實閃電量 他們理想中最好的解法應該是自己的分推 也可以製造其他線路上面的壓力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說 這一波給A2來的有點太急了 他們從這邊上路直接集合到中路的這個舉動 應該是閃電量沒有想到的 對而且卡馬 有卡馬這隻角色在的話 其實上盾之後給你的跑速 也算是在轉線中很有幫助的一個技能喔 閃電量找到一個機會來逆推這個兵線 Maple利用一個背包往前一個小Dash之後 被反身的靈魂獵劫給綁住 再加卡馬的一個RQ 沒損血 沒損血 因為有什麼 因為他有振奮盔甲 對這裡回血量的話 細節鬼還是非常的可怕 那這一波把人員全部逼出來的話 就可以做一波這個龍區的飾演 小龍一分鐘 就端看剛剛Klima所說的 需要利用這一分鐘 打出多一點的成效 Maple來到地圖的下班 第二條小龍要重生的同時 KASA跟伊維莉亞已經是叫起來RQ 伊維莉亞回家之後買出了振奮 三張之地剛剛已經拿到了 再補一個藍水晶 這裡的話還是可以考慮直接把蛇女給切掉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但蛇女其實手中一直握有一個大絕 就是他一個反開的可能性喔 所以但伊維莉亞其實就很喜歡對方 的關鍵技能交在他身上 因為他只要可以扛住第一波 對方給了一個反手技能的話 他的這個Ionia狂蕊 就是他的被動 在整個會戰陣型裡面的話 其實可以很有效的去減免對方的控場時間 對 你這個時間減免的話 40%跟這個35% 兩個是互相沉的喔 所以在團戰裡面伊維莉亞 算是一隻很難控住的角色 這也是為什麼伊維莉亞 這麼容易被NRF 因為當他強的時候 會讓人家感覺要無解 你CC對他沒有用 扛不住伊維莉亞的充牌喔 其實從Meple Snow的伊維莉亞就看得出來 當伊維莉亞裝備有領先的時候 是真的扛不住他給了一種爆發傷喔 好 Mountain終於是回到了自己的野區之後 把對方的進攻性的粉炎給排除掉了 現在就再一次掌握住了自己的野區視野 但是閃電王掌握到的則是小龍區的河瀉 不是河瀉 小龍區的整體的河道視野喔 對 這裡的話 我是覺得咪咪蛋在上路 可能要再多做一點壓力喔 我是覺得平局的話 閃電王打這個團戰沒有什麼優勢 我覺得AHQ應該會想要來挑戰 喔 這小龍列地飛龍 已經是閃電王的第三條小龍了 AHQ看起來是沒有辦法防守的 這條小龍是很快速的就讓閃電王拿下 下一條的遠古巨龍即將要登場 哇 上一場我記得也是我們兩個波 然後遠古巨龍拿到了最後的優勝 遠古巨龍一打十 對對對 就看一下等一下有沒有辦法 再讓遠古巨龍Carry這一場 不過蛇蛇在旁邊 想要排除視野的同時喔 是有遭受到對方 Albes的一些血量消耗 但目前這個中路外塔毅力不搖 WESTOR的手塔 是算守得相當成功的 這裡是支了MAPLE來當分推位喔 把MAPLE放來當分推位啊 吸血鬼當分推位比較不好的點 是他沒有辦法斷對方的傳送 沒有任何一招可以用 感覺伊瑞利亞當分推會不會好一點 感覺是會 這邊的話應該是想說伊瑞推上 因為他本身傳送還扣著 那讓吸血鬼推上 而且我發現很有趣的事情 是在ZIV這個點位 我們剛剛講他是比較under的情況 但他其實在一來一往之中 他的等級已經超過了伊瑞利亞了 沒有錯 這裡的話其實 咪咪蛋的前期優勢 並沒有被閃電量發揮的特別的好 是 反而是ZIV有扛住前面的一些劣勢 然後再放棄掉一些地圖上面的物件 然後應該說是放棄掉一些地圖上的物件的時候 然後就換到自己更多的農兵空間 所以其實他現在等級啊 CS啊 可以看到已經是有效的補充起來 對 這邊分推的話 我是覺得伊瑞可能已經有點 開始砍不動 這個冒凱 我們看到冒凱雙物防裝 很早就已經出來 我一直很好奇 那根粉眼到底活了多久 現在遊戲時間30分鐘 但是那根粉眼都沒有被排掉 對 這根粉眼其實抓配線抓了滿多次的 特別是ZIV的位置 一直有被閃電量所掌握住 我們就是最後的Keeper 然後是那根粉眼 好 在這個遊戲時間30分鐘半的時候 閃電量是快速的開起來 巴龍 巴龍在叫Record 但是被隊友給阻斷住了 看起來巴龍血量損耗的有點快 巴龍要掉到閃電量手中了 再加一個新式轉換 卡薩拿到了這條巴龍 大家看一下這波進攻閃電量有沒有要繼續打 下路的ZIV 是完全沒有要趕過來的意思 繼續把兵線往前硬帶 這題是完全沒有想到 剛剛就打得很和樂 然後大大推著兵線 你摸我一下 然後我拍你一下 感覺好像那根粉眼確實有力攻 因為這根粉眼的時候 應該有看到小安過去收一點 收雙十這樣子 然後下路又看到ZIV 剛剛這個秘密蛋也是很會演 果然是小編要寫故事 要寫故事 所以現在小編開始變成這個小島 這邊導演很會演戲 不過這根眼睛真的是存活了相當久 小安應該要走進去囉 我聽到了兩聲清脆的打臉聲 好 沒關係 這根眼睛真的算是相當有用的 相當有用的 那目前的中路外塔也因為閃亮 拿到了這條巴龍 所以也是順利的把它給拿掉了 那這樣左右視野已經打開了情況下面 ASQ的活動範圍會慢慢的被縮減喔 現在已經退到第二座城牆之內了 就等他看這一波有沒有辦法防守住 有巴龍Buff的加持之下這個防禦塔 H2還是想來防守 Mountain在側邊待命 但NL不斷地用秘書射擊 而且手中還有致死宣告 在對對方做一些血量上面的騷擾 下隊伊瑞利亞要把兵線帶過來 看見閃亮有個中轉下的機會 這裡基本上一定要靠Ziv來開喔 本身我覺得Mountain開的話就太明顯了 我是覺得閃亮不太會上當 那剛剛閃亮為什麼會call這個 他們吃了兩個這個Mountain Drake有關係喔 吃了這兩個土龍 對死宣怪有速度上的加成 總共有20%的增傷喔 現在是閃亮的中轉下 但兩個坦克其實是看不太出 對方大舉入侵的一些傷害喔 而且推平線對方也稍微快了一點 中路的NL以及蛇蛇 這裡的話NL的血量其實大概在三分之二左右 要稍微小心一點 目前的小安有著火炮在手 但這個巴龍Buff的炮車最後還是被正貓射擊給拿掉 蛇蛇目前建立起來左右兩邊的視野 但其實對於HQ來說的話有很多可以TP的地方 就看一下有沒有辦法用Ziv的TP從後方繞背 直接把對方的carryway給抓掉 這裡想要繞後嗎 這個舉重對閃亮而言算是相當冒險的 看馬上那個群盾王牌射手出手 先把對方給逼退 那這一波閃亮想來夾中 但上路的兵已經是擠進去了 對於閃亮來說的話現在兵線有優勢喔 因為上下兩條兵線都是帶進去的情況 而且Wessow已經是離開了中路線來防守 看起來HQ是要放棄這座第二座防禦塔了 這裡已經開始拼傳送點位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家圓守護的Ziv 什麼時候要進場 來看看Ziv在家裡暖車 這顆大叔要怎麼樣來繞背 以點位來說的話其實相當不錯 目前NL的血量大概還有 開始傳送了 一半左右扛了兩下 Tamata跑得好快 目標是NL 往回一番 但是戰場被切割了開來 刷了九球零中的後方 還有Ziv的進場 但是熊是完全扛不住傷害 已經是被Kaza一槍給爆頭 線圍傷害好高 Mable進場 這一波大決造成的增傷效果 非常左邊Ziv也被留了下來 再加Kaza的回火傷害 拿到了這個擊殺 哇這兩個坦克雙塔都扛不住對方的爆發傷 閃亮這一波大舉入侵 中路的高地已經是被打穿了 這邊剛剛這一波最大的問題 Mountain的進場其實非常的明顯 那我們剛剛看到Mable的位置是最關鍵的 他做得很好 他直接回去把AHQ其他四個人隔在外面 不是讓他們繼續進場 所以當AHQ的兩個大坦進來的時候 後續根本沒有傷害 你就看到NL 被翻到就被翻到 沒怎麼樣我交個閃線 連閃線都沒腳不好意思 亮了起來 Mable在側邊 限制對方守塔的這個意圖 兩座防禦塔看起來閃亮都要攻破了 上路的高地 也是由咪咪蛋搭配著隊友領軍 一起把它給拿到 兵也要破了 這邊所有的蛇女有沒有辦法造成傷害 咪咪蛋正在半血左右 我們要繼續往前 想要留人冰葬的效果 再加卡瑪輪回怒火 想要來留咪咪蛋 但是咪咪蛋的這個韌性實在太高 所以他還是徒步離開 哇這一波的話 真的算是AHQ一個很大的一波失算 再來看一下剛剛這一邊的這個傳送 坦克充牌了 是有翻到NL 哇塞這個大絕下的很好 這個冰河裂系真的是切割戰場切割太完全了 對這四個人是完全被阻擋過來 然後Mable也是站在這個點位 哇這是一大三 哇那這個回血量的話一定是非常的不得了 我們剛剛看了一下這個是POP了728的跳這個血 這個大家都知道 玩遊戲的時候最怕什麼 怕彈倒了 彈倒了之後團戰其實也沒什麼好打的 沒有錯 好坦是很重要的 對好坦是很重要 你DPS再高彈倒了其實也是很難處理的 反而是NL目前的裝備也是買錯水銀世代 他手中握著這把自死宣告 其實就是為了對方這個熊怪的一個回復量 所以其實也是出了這樣等量的裝備來消耗他的一個回復 這樣子看起來AHQ的團戰 比較好打的情況應該是他們要自己去壓別人的地圖物件 會比較好打 因為別人勢必要熟 現在小安是封門了 把這條路給封起來 這條龍真的是不能放給閃電狼 因為閃電狼這邊已經有三隻元素龍了 但看起來閃電狼是想進行繞背 Mable是已經從後方繞了過來 靠上放了一根粉炎 但先把夾子全部採光了閃電狼 看起來要守這條遠古巨龍了 這遠古巨龍血量消耗的有一點慢 看起來MVP又會是有可能交到遠古巨龍手中 Mable可以從側邊來繞 這個戰場切割的話 就看瑟瑟如何還來留人 後面Mable在後方喝了抗擊藥劑 但是這個意圖跟動向已經是被AHQ掌握到了 閃電狼解力要接手這條遠古巨龍 但目前AHQ這條龍絕對不能放 這條龍如果被對方拿到的話 乾脆勝利也直接放給對方好了 此時AHQ是多人的集結 想來守這條遠古巨龍 遠古巨龍是已經回頭了 但恩格尤再次的吸引他的注意力 現在是兩邊的 兩邊的互相牽引 但此時閃電狼是已經拿到這條遠古巨龍 這裡兵線上面的牽制真的是太壓力太大了 沒錯沒錯因為家裡已經BBQ了 對於Mable來說他剛剛其實就只是不斷地騷擾對方 然後讓對方無法來進行防守 因為如果他們想要夾這條遠古巨龍的話 Mable就從後方繞過來了 沒有錯 那現在這個的話打塔是有30%的增傷加成 我覺得這個增傷這個塔應該一下就不見了 我們來看一下等一下推塔的速度 但現在下路高低是最後AHQ唯一的希望 因為家裡面的主堡雙塔之一已經是破裂的情況 靠操往前閃現小安硬流人 這個燃燒傷害好高 直接先把AMS給打退 但威斯套被留在正前面 明明帶一個力量衝擊他絕對軍艦 再加Mable的先前轉換加血池槽一波BOSS 現在兩個carryway小安跟威斯套都已經倒下Mable好坦 打完怎麼團戰打了一個雙殺而且是滿血 還開了血池進對方的溫泉 被制裁了吧 被制裁了被制裁 閃電狼是攻破對方的主堡 雖然最後是看到Mountain拿到雙殺 但是還是不敵對方三個人為O主堡 閃電狼第一場比賽拿到了勝利 對 這場比賽相當的精彩 我覺得有幾個關鍵點 第一個的話是前面閃電狼 前面就拿了三顆頭 在兩次的換線之後 不斷讓伊瑞莉亞拿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優勢 前期就大概有抓到他們想要的一個碰撞 那中期的話AHQ一波神摳巴龍 是有把整個優勢給拉回來 那個時候我記得沒錯好像是輸3000來2000 然後一波就直接拉平 沒有錯 那閃電狼後期因為頂著這個雙土龍 那直接來爆這個巴龍的話 好快 真的好快 對 這個讓AHQ殺得措手不及 那AHQ其實我也沒有跟貝克有稍微聊過天 我說哇 今天這個頂尖對決 你們壓力會不會很大 不會啊 例行賽啊 來練腳嘛對不對 例行賽來練腳 但是我覺得這一場你覺得AHQ 最關鍵無法挽回局勢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我是覺得AHQ 我們看這一場的話他們最大的優勢都是在壓別人塔的時候 對 夾子跟毒物 沒有錯 因為在別人壓塔的時候他們真的是 我們看到閃電狼完全沒有對策 通常就是一直放一直龜這樣子在做而已 可是他們這個步驟可能做得有點太少 為什麼我給你打印呢 那沒有了